来参加国际车展的房车品牌其实不算特别多 但是每次都能看到一个老朋友就是懒众 而这次懒众带着全新发布的山海炮旅居车 在上海国际车展上精彩亮相 我们来看这一代的设计语言和设计风格 其实跟之前的变化和这种冲击挺大胆的 它整个的设计更加的年轻化了 包括这款皮卡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短图越野的风格 是一个双排加上升顶的结构 而且你看表面全部都是整车的装甲漆防爆涂装 那么这个升顶在升上去之前是2.4米 升上去以后是3.1米 这款是一个2.4T的柴油发动机 当然你也可以去选3.0T V6的一个双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260千瓦500牛米的一个扭矩 然后配备的是伯格华纳的一个硬锁四驱系统 而这辆车你可以往后面看 跟之前的每一台都不一样 它采用的是一个后上门的设计 而这个270度的一个透明玻璃窗呢 可以说也是这种户外风满满啊 让女同志非常的喜欢 它的升顶材料呢 用的也是航空航天级别的 所以保温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你不要看它外面非常的犀利啊 非常的越野风 可是里面呢又是非常的户外轻摄风 走我们上里边看看 那么目前呢 这台车的其他配置参数 包括还有官方售价 都暂时还没有公布 我们也可以来期待一下 我个人觉得这一款皮卡房车 可以说把所有房车爱好人群的年龄层次 又往上年轻化了一个群体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一起期待一下 这台来自于懒众骆驼的山海号旅居车 到底官方指导价是多少 这台来自行通知之后 我们下期待还记得喜欢啦